特别是老琴,古代流传下来的琴的上面基本上都有断门 这个断门是时光在这个琴上刻下的这个痕迹 也是历史留下来的那么一个足迹 它给咱们县人呢,金人呢,就是带给这个比较古朴的这种感觉 它有历史的痕迹 咱们现在也有做这个人工断门的琴 现在也有做,但是比较少 实际上我认为,我感觉也是为了追求这个传统这个琴的这种古朴美 它对音色的改变呢,我觉得还不是说用断门来改变它的音色 来提高它的音质,起不到这个作用 因为老琴呢,就大多数老琴都是有这个断门的 实际上老琴呢,真正音色好的老琴很少 也说明了这个断门呢,它改善不能说是绝对能改善这个音色 音质,现在呢,咱们现金人做的琴呢 有的断门琴呢,声音也不错 大多数呢,是没有断门的,声音也挺好 但是单纯从断门上来判断这个琴声音好坏呢 无从判断,也听不出来 谁也听不出来,这张琴是断门琴 还是没有断门的,没法听出来 再有呢,对这个音色起作用呢,还有它的材质 每张琴呢,材质不一样 所以材质呢,是这个,这张琴它这个天然的一个属性 是吧,音质好坏,材质起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再有就是它的这个操斧结构 操斧结构呢,设计的合理不合理 能够影响它的音质音色 还有就是琴弦 琴弦呢,这个有丝弦,有钢丝弦 它出来的音色效果不一样 拿钢丝弦来说,各厂家呢 生产了不同系列的这个钢丝弦 它可以改变这个琴的品质音色 能让这个音色更丰满,更圆润 再有就是这个触弦的位置 你在弹琴的时候,距离乐山触弦的位置近 音色比较亮,距离乐山远呢,会音色比较暗一点 这是对这个琴的这个音色改变的那么四个基本的一个因素 再有就是这个大琴琴 大琴琴和这个化学琴 这两个区别呢,就是在琴有在选琴的时候呢 当然是选大琴琴为好 因为大琴琴呢,它能够,就是琴在琴上面起的这个作用 主要是起到一个延长它的使用寿命的那么一个作用 和改善手感 大琴的手感呢,比较滑 而且呢,就是能够使用寿命更长 咱们历史传上来的好几千年的琴都是大琴琴 现在的化学琴琴呢 这个琴呢,这个也没有经过那么长时间的验证 在它干了之后也有一定的气味 手感呢,也不是很滑快 这是化学琴 但是这两个对音色的影响并不大 本身呢,就是说谁也听不出来 这张琴是大琴琴还是化学琴琴 对吧,也听不出来 有影响肯定有 但不是起决定性的这个作用 嗯,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么多吧